现在的爱宝每天只做两件事 是 妈真小啊 睡 是 妈真小啊 睡 就连睡觉的表情都神采飞扬 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 再也没有坐月子时候的神情呆滞 现在的爱宝是耳塞棉花口贴方条 装聋作养 任凭两位爷爷怎么统操他不带孩子 他该吃吃该喝喝其他的盖部 妈妈就来吧 妈妈 我带来妈 妈妈 我带来妈 我带来妈 妈妈 你带来妈妈 曾经韩语时机的爱宝 自从出了月子后听力是越来越不好 你吐槽你的我吃我的 但凡我回头看一下都算我输 当初我要退货的时候是你先选择看不见的 现在就别怪我听不见了 爱宝摆明了他就要摆蛋 孩子是带不了一点的 孩子跑去哪里也不盯着了 爬树也不害怕孩子摔下来了 孩子打架也无所谓了 别来烦我就行 爷爷只能既当爹又当妈的 一手承包孩子的吃喝拉萨 爱宝不但不过来帮忙 甚至还要催爷爷搞快点 抓紧给他送好似的 爷爷表示快要招架不住了 再这样下去这把老虎头撑不到退休那天了 估计将爷爷心里后悔得很 早知道当初爱宝退货的时候 理他一下就好了 爷爷在这边忙得相知屠了 那边的乐宝又想给爷爷找一对三胎了 这可给爷爷吓坏了 连夜来劝乐宝消停点赶紧睡觉 不要有其他的想法 见过确生的没见过确他不要生 可见照顾这五只熊确实太废老头了 曾经一心只想繁育大熊猫的爷爷 现在反过来劝乐宝消停点